臺北國際書展明天就要開展 而這一次書展的主題國是波蘭 波蘭書協和波蘭臺北辦事處 洗手波蘭國圖 讓民眾從閱讀音樂和美食 多面向來認識波蘭 臺北國際書展開展倒數 波蘭書協的工作人員 忙著把書上架確認展區細節 就連波蘭國寶及奇幻大師 獵魔士的作者安傑薩普科夫斯基 也到場了解 波蘭館策展人阿娜說 二零二也有參展 但規模比較小 這次包括出版人 作家和插畫家 來了三十多人 波蘭文化部相當重視 從代表性的出版品 去認識波蘭史 波蘭國圖與波蘭的 真本古籍出版社 帶來牽動世界文明史的 真本古籍復刻版 這本中國植物誌 更是十七世紀波蘭傳教士 普密格所著 是歐洲發表最早介紹遠東植物的 專書之一 而精選百年來 波蘭的經典童話 繪本和畫作 也可一探波蘭文化的內涵與美感 歸為兩年臺北國際書展重回春節黨旗 集結三十二個國家四百七十個出版社 兩百多位陸續到達的作家策展人以及版權交易家 台北書展基金會指出 六天內將有超過五百場活動 將是開春以來第一個重要的國際交流活動 檢小惠 陳昌偉 台北報導